一座亮麗的地標呼之欲出 超過400個單位的酒店式柏文大廈 即將公開發售 黃虎井 一個響亮的名字 集高尚住宅 賓館與商業為一體的 城市綜合體 華麗大堂 瀑布式泳池 名家具象 考用每一吋的面積 黃虎井 六周上的家 一個五星級的家 7月9日公開發布 地點9390 Woodbine Avenue 電話905-888-6788 歡迎大家回到市場回顧的環節 上星期的美國股市上升得非常厲害 我們現在首先回顧一下 上星期的股市情況 我們今天看到道指上升了648點 是5.43% 然後納指上升了163點 達到6.15% 其實這麼多指數都上升 Melson 你有什麼看法呢 上個星期起得這麼交關 當然有很多理由 如果你用簡單來說 譬如我上個星期不斷大家說 有很多就是 6月末第二季尾的粉飾昌廚 當然 如果市起得這麼交關 當然有多個粉飾昌廚 稍後我會再給大家分析 為什麼市起得這麼交關 我看到它起得這麼多 全年來做港 變了很多時候 我們有時也回到技術性 你看到起了這麼多 是否假設市現在有一個新的up new uptrend 又未必 為什麼這個市連跌了六個星期 七個星期 如果真正由頭計六個星期 其實都不止了 你說跌了這麼多 我們要看定過了下個星期 看看環境是怎樣 看看是否繼續有好的經濟數據 來支撐市 我們才知道下個星期 但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個人覺得 今年來講2011年的市 不應該能夠帶去哪裡 應該今年照常你來說 譬如道指 現在EA Today起了 上個星期5.43 今年全年不會多過5-7%上息 是的 其實所有投資者 看到一份這麼漂亮的成績 但全部都綠色 跟著上升都很開心 其實Nelson上次跟我們說過 這個第二季度的結束 會是有少許粉飾窗儲的進行 但其實上個星期 都發生了幾多經濟上的事件 好像希臘一樣 雖然他未公佈任何具體的方案 但投資者都認為 他是可以成功地避免這個違約 而日本地震之後 經濟亦都開始復甦 刺激這個美國市場 加上星期五公佈 這個ISM的就業數字 是比預期中好 這些都是市場上升的原因 沒錯 我逐個逐個給大家分析 我首先說希臘 希臘我看到上個星期 連續幾次的投票都通過了 即是說他已經接受歐盟的救援 有一件事很明顯度 我看到有很大的改善 我記得在6月24日那天 買過希臘的五年CDS 什麼叫CDS 就是Credit Default Swap 我就叫做債券保險 你買1,000萬的債券保險 6月24日那天就需要220萬美金 但直到星期五那天 上個星期五已經跌至185萬 市場告訴我們 希臘的問題已經慢慢有改善 而保險費也降低了 這是一個好事 第二件事 令到我覺得對市場上個星期的反彈 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看我們的節目觀眾 我們不停跟你說 喂 債券現在利息一直慢慢升 債券升至價錢跌 就是告訴我們 那些錢已經由這個安全的地方 慢慢流回到危險的地方 譬如股票那些地方 如果你看一下 在6月24日那天 那些債券 美國10年債券大概2.85% 升到今天的3.17% 就是人們賣債券壓低價錢 那些錢就留在股票市場 這個也是對股市前景看好的 大家留意著債券 不要只是看股票 如果債券的利息一直這樣攀升 就是告訴我們 股市一直做好的 第三件事 值得留意就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經濟那方面 在上個星期一那天 日本宣佈這個工業生產數據 是在5月份增長5.7% 我告訴大家 自從3月11日日本地震之後 日本的工業生產 跌由最高的時候 最高跌下來 跌了15.5% 但入到5月份 升了5.7% 4月已經開始有反彈了 如果你根據現在分析 如果你計算4月和5月 其實日本的工業生產 已經反彈了40% 如果你根據現在外面的分析 計算6月份的增長 有很大機會到6月份的時候 日本的工業生產已經增加到74% 即是上升到4分3 然後很多日本公司到8月左右 一切已經恢復正常了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另一件事 前我想就是星期五那天 美國也宣佈 ISM工業生產指數 在6月份的時候 就是55.3% 就是星期五宣佈美國 5月份是53.5% 所以為何星期五的 美國股市大升 4月份是60.4% 如果是深水清的朋友 你回去看看這次的市場調整 大概是6月1號開始 一直跌下來 6月1號那天 我回到自己的calendar去檢查 6月1號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原來是4月份 不是 這個5月份那個ISM number 工業生產指數美國那個 在6月1號宣佈出來的 那天宣佈是53.4% 如果是60.4% 跌落53.5% 就是這樣來報社 很多人不期望它會這樣跌得這麼高關 那些人知道 美國的經濟轉弱 完全跟日本有關係的 那樣 那變了 所以6月份一直這樣跌 直至到星期五那天 6月的數據出了 從53.5%起到55.3% 我看到股市立刻繼續大升 另外除了這件事 再告訴我們 美國的經濟跟日本有多密切的關係 對不對 還有加多一件日本的消息 日本也都宣佈上個禮拜頭宣佈零售數據 在5月份增長2.4% 在4月份那時增長4.1% 兩個加起來已經增加了6.5% 這個是跟2月份那時比 日本的零售業已經增加了79% 就是告訴我日本的經濟已經恢復了8成 到7、8月左右 它恢復了正常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一定向上揚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 美國股市大升就是這樣 我再拆上個禮拜的數據 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看到個人收入和個人支出 個人收入升了0.3% 但個人支出是因為汽車賣得少 所以變成人少了買汽車 就沒有零件到 我們看到那個數據也不算太差 如果你計算財產來講 和一年前比起了4.7% 都挺高 但收入也升了4.4% 也不算差得這麼高 到星期二 出了的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 就是這個國際購物店的協會 加上高盛一起出的數據 就說在購物店上個禮拜 銅店銷售增加了2.9% 就是告訴我美國的人 去購物店的消費多了很多 多些人去購物店買東西 美國都靠消費者來增長 變成又是一個很強的數據 令到告訴我們經濟復甦 然後到星期二也有K-Shiller 就是房屋價格 雖然4月份升了0.8% 但已經年紀沒有升過了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升到0.8% 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雖然你說季節計算了季節性 跌了0.1% 那個很少而已 挑選下一個數據 到星期四了 Initial Jobless Claim 初領救濟金數據 42萬8% 記不記得 5月初時47萬8% 由47萬8% 現在跌回到42萬多 雖然不是說好 這個數據一點都不漂亮 但它沒有繼續插進去 就已沒有繼續插進去 再加上芝加哥的購物經理數據 那個也升到61.6% 不算太差 但它有幾個數據 它的新訂單那裏跌了7.5% 然後生產那裏跌了61.2% 那這些數據一路一路是這麼好的 到星期五 雖然建築金數據 即建築那裏跌了0.6% 但那天星期五 在美國的地產股平均升了2% 為什麼 因為KB Home出的業績的時候 想著新屋建造商 現在經濟這麼差 當然需要出市場借錢 KB Home說不用 我有大把錢 我有足夠的錢來應付 再加上一個 就是星期五出的ISM 的製造商號碼 剛剛之前我們說過 起到56點 55.3% 所以一直由星期二 至星期五的數據給你看 為什麼解釋這個股市 一級一級一級的大升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這個日本的經濟復甦 我相信會刺激美國的市場 而雖然這個股市每天都有上升 但我們每天都看到有數據支撐 沒錯 那我們現在去廣告回來之後 會有第二環節的市場回顧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環節的市場回顧 今天Apple和Rim等六間公司 就宣佈以45億美元競投 獲得Notel六千多項的專利 以及專利的申請 其實Apple和Intel這些公司 都有興趣去進入手機市場 而Google之前都有想為競投發過價錢 但最後就為Rim和Apple獲得 Rim的價格今天都有所上升 今天Rim的價格上升 就可能和你的消息相對未必那麼大 但這個競爭相當劇烈 我告訴你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在2009年年頭 Nortel的時候的總裁 他覺得那間公司的欠債太多 根本就不可能上還那麼多 那時候他欠45億的欠債 不如宣佈破產算數吧 那個總裁就走人 然後剩下一間公司的爛攤子 就給另外一個高級職員 他就將那間公司逐件斬件來拍賣 誰知道這次拍賣到 只是賣這個版權這裡 賣到差不多45億 就令到Nortel整間公司的價值 就超過75億 因為他破產的時候都是欠45億 現在誰知道還賺多了3億元回來 回到現在他這個競投了 這個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這裡Nortel這間公司 幾年前就扔了很多錢 來研究4G的網絡那些東西 但是因為加拿大 北美洲 世界都沒有4G這些東西 他研究了一些東西 根本就不能用來生產 變了這4G的科技幫不了他 這間公司就破產了 這樣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現在的4G的發展 例如Research and Motion出電話 我會用4G 蘋果會 微軟會 微軟會 微軟出WP的手提電話 其實你Google的Android Phone都需要那些 對不對 Sony又出電話 每個都需要的 問題就是 如果你Backgate shutout了 你買不到這個版權 將來如果那些公司再想出4G的電話 好 人家有個版權 你便出不了了 對不對 所以會對Google的影響是很大的 哪些現在用Android的電話公司 Motorroller、Samson 是完全過幾年會影響相當相當之大 也告訴我現在在加拿大 美國現在已經有4G了 過了一年加拿大 這個Rogers也有4G LTE 我說4G是指LTE Long-term-evolution那一隻 然後那一隻如果你沒有這個版權 或者你以為你開發出來是抄襲別人的 你就很大件事了 這個對Rim的長遠契是相當相當之有利的 是的 如果當初這個Nortel的總裁知道 他的4G技術這麼值錢就不用破產了 而另外有一個新聞 是來自威寧頓管理公司宣布 到6月底為止 該公司擁有11.5%的Sino Forest 即是這個家漢林業的公司的股票 大約的價值是2830萬美元 而這個家漢林業 之前被Watermurdy Research指控 它欺詐和誇大公司的業績之後 公司的股票不斷下跌 那今天的公司的股票是反彈了39% 到4.43% 是的 今天原本它跌得這麼交關 就是這個… 即是美國大的基金John Paulson 就是原本它拿著14%的 它一聽到有壞消息 就扔它出來 將股票壓低 壓低到兩個多元錢一股 怎知道今天傳出來 有另外一間大的美甲基金公司 在波士頓的 叫做Walenton Management 這個Walenton Management 也有663個Billion Under Admin 它說它買了11% 就是股票今天扯回高上 今天收市的時候 起了9.9% 起了28% 是的 其實這個明天的市場焦點 有這個5月份工… 有這個5月份的工廠訂單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的同樣時間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